今天来和大家分享就是台湾黄块 那我们在细磨之后为什么要养油 好这些都是细磨好的 那磨的番数大概是400目 现在花的呈现是这样子 接下来我们就一块一块的来上油 也就是养油 养油的话可以更凸显它的花纹 那养油的话 会比较 瑞丽明显 那当然颜色也会比较深 这边是养油的 有涂油的 这边是没有 那其实涂上去过一段时间它又会恢复成类似 颜色比较淡 那要持续的养它 再来这一面 我们就涂一半 那养油跟蜂蜡又不太一样 上蜂蜡会呈现另外一种表现 那上蜂蜡的话颜色会比较淡一点 可以看到 这边是没有养的 跟有养的差很多 这个花色都 变出来了 养完整个花真的是很漂亮 这边是没有养的 这边是没有养的 这样子的花色 一边是没有养的 然后我们可以把它们放进去 好 轻人 这样 好 我 我 那再接著是這一塊 這邊看起來就是還蠻漂亮的花 養下去的表現真的差很多 沒有羊沒有土油的部分 很有土油的 那剛抹好的木頭呢它其實是很會吸油的 所以可能要養非常的多次 就是放在那邊 過一陣子之後它就會淡掉 那一樣在塗油重複動作的那樣子 帶來這一塊 這一塊就更細了 這塊就更細了 然後它就會變成很好的 然後再一次 再一次 剁成的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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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分钟 放入冰箱 再次复杂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这个就看起来花色就比较一般 那外皮还是卷得很漂亮 但切开就还好 那边切开就好了 1分钟 上完油之後可以看到一些小暗花 其實還是很漂亮 這是今天的最後一塊 有普普通通的 一樣給它上油看看 像這種大片的啊,它其實真的很會吸油 它這油其實也不便宜啊 好,來吧 好,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的分享 谢谢大家,下次见,拜拜